台湾笼罩在22K的第一星风暴之中 而现在脸书揭露22K粉丝团就发现了 国立的云林科技大学最近用这个薪资是18780元来征全职的行政助理 这样子的薪资和职缺呢也引起了网友讨论 波云科大出面澄清那是专为身心脏保留的助理员职缺 网友误会了 桌上贴出了云林科技大学全职行政助理才18K的消息 引起网友热烈的讨论和抨击 不过云林科技大学上午也出面澄清说是网友误会了 云科大表示大学毕业的行政助理起薪至少三万一 那他觉得就是能够帮忙就帮忙就是对公众量还OK 这位网络上讨论的18K其实是专门保留给身心障碍的助理职缺的 要符合那个政府的配合身心障碍的政策 我们就想说那就把这些原额开放 就是给身心障碍的朋友来禁用 我们的待遇设定就是以基本工资 有人抱怨18K薪水实在太低 却也有人珍惜得来不易的工作 薪水高低与否 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热情才是最重要的